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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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点吗 好多了 多亏你的粥 不然我就来给健身人士丢脸了 还是粥 还有啊 谢谢 应该的 那是不能再麻烦你了 不过就是给你介绍一个健身教练 只能图报嘛 再说了 你也不只是帮我推荐教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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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总已经告诉我了 说这周开始我的工资会按正式员工来算 走吧 别迟到了 迟到了我可是有权扣你工资的 陆思雨 我知道你是迫于魏总的压力 但其实那都是魏总的意思 我并不想念 我还第一次听说有人涨工资不高兴你 这话我也就跟你说啊 其实我从北京来上海 还是想靠自己的能力去打拼 所以我更想去雷总那儿学习学习 但你也知道我爸跟魏总比较熟嘛 所以现在想逃都逃不了了 其实两个上司都很好 你跟任何一个都做够你学的 而且未来还不可知 你也不知道谁更少 你的意思是我就只能靠家里呗 你没法选择你的出身 也没有办法摆脱你爸的影响 所以接受结果就好 明天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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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见 不好意思魏总 你干什么啊 猫手猫脚的 我资料都准备好了 明天的会议室也已经预定好了 �总 李总 一切晚饭 我累了 不想应酬 你应酬我 你怎么喜欢怎么吃就行 而且我管接管送 你别想歪行吗 我没想歪啊 那你 想歪就想歪嘛 有什么了不起的 听听 想歪就想歪呗 有什么了不起 是吧 还不让说了 你应该把包给我再试试 正巧路过我 正 正巧也多买了一杯 蛮正巧 我 我昨天在你们家小区楼下 看到一家特别好的棒棒鸡店 我查了一下挺正宗的 我去吃点 你去吧 红油兔丁 夫妻肺片 狗水鸡 我不去了 我吃醋呢 那好吧 那我饭钱运动一下 送你回家行吗 阿淑 真的 怎么了 有些反常啊 其实是反常嘛 今天各种事堆在一起 简就冷了 一件一件说 小区里有一户人家 今天趁我上班不在家 各种勾引我妈去她家做保姆 没有苦肉计都驶出来了 我妈还挺愿意的样子 你说我能怎么办 只能放行 我原本想的是 我妈辛苦了大半辈子 总是身不由己地 被亲生各种奴役 我把她接到上海了 好歹让她休息个半年 这下好了 我把她骗来上海 她去人家家做保姆 我等下还得去雇主家里 替她把雇佣合同给签了 为了防止我爸 把她的钱骗走 我还得让雇主 把工资打到我的卡里 这前后一串联 你听听 不就成了恶毒女 骗亲妈的上海做保姆 并死吞亲妈的血汗钱 有这么诋毁自己的吗 问心无愧就好拉出 那如果我说 原本说五六千的工资 我看不上 我一赌气 谈到了八千五 韩家竟然就磨蹭了一下 一口气答应了 这我也就认了 可是我现在一想吧 韩家有一个 常年卧在病床上的男主人 还有一个半身不随的女主人 快想啊 只为了她的工作量不少 我就是因为 提高了两三千工资 亲手帮我妈送上人家家门 去做保姆 我其实也是奴役 我妈的亲人之一啊 这段话的逻辑 完全不对 东拉西撤的 那不对 破战百出 没法提 总之我不是什么好人 大家都不是圣人 我就问你一句话 你妈的工资 你会不会轻占吧 不会 但是我了解我自己 如果我需要买房子 那笔钱 我就会毫不犹豫地 不问自己 怎么换就是个问题了 看见了吧 我就是这么个没原则 没底线的人 不小心没有你摘一张 那我先走了 拜拜 我给两个兄弟出了主意 结果他们却被领导赶走了 两个小傻瓜 还丝毫没有意识到危机 我呢 我不敢提醒他们 怕他们会责怪我 总之啊 好高骛远 却志大财数 无力挽回 又没有血性承担责任 只能做个缩头乌龟 什么都干不定 好吧 那我该怎么办 我哪里有好办法呀 我只有我的无赖办法 日行一善 再加上好好做科 演出成果 见自己呢 整个人生 加加减减算下了 还是对人类 稍有贡献呢 日子呢 就能够心安理得地 过下去了 谁每个反魂反错的时候呀 总要给自己 留一条活路吧 我看见活路了 你醒一下 哈喽 吃饭了吗 没 发展蜘蛛 这2201啊 绝对是个有手段的 怎么跟有手段 找领导闹那个主意 就是他出给我的 我听的这话怎么有点 埋怨的意思 我也不想啊 可心里就是觉得别扭 刚才在大门口看到Lucy 我可也会毙了 你记得 那次我和Lucy 在楼道里闹过吧 我侵犯了她的隐私 幸好她手下刘琴 没把我揍成猛烛头 就这件事情而言呢 她有手段 但也有分寸 所以我觉得她给你出主意的时候 我想她也一定有分寸 是 坏的就是我自己 我也别找借口了 是我小时候之心的 知道检讨就好了 好 哄哄我带走 我一娇滴滴的怎么哄啊 你有办法的 给你来点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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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是 你自己的 好啊 我帮你来 一样 一样 你找二十二零谁啊 我找朱哲 朱哲 你是陈祖法 我听出来了 周末你打电话找朱哲 他正在睡觉 是我和另外一位室友接的 当时你还把朱哲教训了一顿 这是他的 朱哲 要是 他要找他 把朱哲教训 让他找出来了 对 就他想要 我跟了朱哲 姬姬 陈租法尾随我和于初辉 上了二十二楼 你小心 别放那歼二二零二 谢谢你们